一部电影《无米乐》 记录台湾稻农的劳动和生活 也让台南后币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台湾老农看天吃饭 任劳任怨的精神 更成为大家学习效法的对象 公民记者JWO来到后币乡 就看到昆冰博教导青年人如何手工割道 昆冰博用歌声带领大家做祭天仪式 感谢上天赐给稻谷食粮 过去台湾的冠军蜜都来自于东部地区 但昆冰博以78岁的高龄参加比赛 拿下冠军宝座 除了感谢也提供辈的配合 农业改良场的帮忙 让大家种到提高品质 价格可以卖好一点 同样出现在无米乐的黄明博 亲切示范谭明花的技术 由于空间小 空气中飘散着棉续 鼻子过敏的人就不适合这项工作 黄明博也教导大家 如何分辨棉被的好坏 我们加小鱼也碰到 小小鱼也碰到 加小鱼也碰到 像这个就碰到 黄明博热心地跟大家讲解 各种材质的优缺点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戏里戏外的他都是这样亲切自然 最后来到这家百年脚踏车店 78岁的黄茄晨爷爷出生至今 一直守护在无米乐的故乡 由于当地只剩下这家修车店 如果车行收起来了 老龙们就无处修车 黄老爷爷说就算一天当中都没人 他也会开着门为大家服务 无论是昆彬博 黄明博或是黄茄晨爷爷 他们都说会做到不能做的那一天 这份精神正是无米乐最珍贵的文化资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石荣